特朗普专题终于其信奉的不可测原则 星期三中断几个月之后的中美贸易谈判好不容易在上海重企 然而几小时后无果而终 双方在测试水温 观察人士唯一没有推测到的最坏结果是 特朗普自日宣布对所有中国商品课税 各方之所以现在吃惊的一个重要因素是 谈判其实破裂了 双方却在几小时后对谈判过程做出建设性的模糊评述 并预定9月初续谈 从特朗普周四发推宣布9月1日起 对另外3000多亿美元中国输媒产品课征高税来看 特朗普似乎有备而来 在中美上海谈判重气前几小时 双方代表基本各就各位的时候 特朗普突然强烈指责中国再拖 想一直拖到美国大选的时候 特朗普这番警告给上海谈判当头一棒 大油脚场的感觉 当天欧美股市震荡 但是鉴于特朗普习惯于做这样的表述 人们对上海谈判不抱希望的同时 还是抱着一点希望 也许情况不会很坏 特朗普终于等不及了 在上海赴谈结束之后第二天 星期四发推宣布 从9月1日起 美国将对直至目前尚未克税的3000多亿 中国输媒产品克制以10%的关税 特朗普也没有完全把路堵死 表示美中贸易谈判继续进行 他为他突然对华克征关税提供的理由是 中国被弃了两项承诺 一是没有如大阪特席会所承诺的大局购买美国农产品 二是没有中置销售有毒药品 对于前者 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8月1日表示 7月19日以来 一些中国企业 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 就采购新的大豆、棉花、猪肉、高粱等农产品 向美国的供货商进行了询价 根据市场条件 已经有一批农产品采购成交 对于后者则要略微追溯一下 去年12月1日 特朗普与习近平专题 在阿根廷大城延期提升2000亿中国输媒产品关税比率的协议 在那次会上 习近平同意将芬太尼列为受控物资 非法向美国出售毒品的人将面临中国法律规定的最高处罚 白宫新闻秘书桑德斯当时称习近平的表态为极棒的人道主义姿态 纽约专题时报12月4日报道 中国发射药阻止强效阿片类药物分泰尼流入美国 特朗普一再称中国是美国非法分泰尼的主要来源 去年这种药品导致超过7万美国人因使用过量死亡 问题可能出在哪里? 中方误判 双方理解出现偏差 特朗普一直宣称关税是一个伟大的武器 他在这里强调的是实惠 比如他不断说中方在拖 但是不要紧 在这一过程我们继续收他们的税 而且我们收来的税将要补助给我们伟大的农民 中方认为特朗普眼看明年总统大选日趋推进着急 这番表述是老生常谈 不过是施加急限压力 在一年多的贸易战中 中方似乎熟悉了特朗普的提醒 不吃这一套 中方更兴奋习近平所强调的定力 要跟特朗普比定力 但是问题在于精神性质的定力 在特朗普身上基本不发生作用 他认定中方在拖 那么先课征薪税再说 他认为美国将从薪税中得到巨大收入 可以拿来补助支持特朗普竞选的农业州 然后一边收着中国的关税一边谈判 上海会谈开始之前 特朗普再次毫不掩饰地址 则责北京拖延贸易谈判 他警告说 中国如果寄希望于他不会赢得明年的总统大选的话 得到的结果将会更糟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当日激愤 我看到了有关的报道和推特 我只想呵呵两声 华春莹补充 这个时候美方要放话来试图极限施压 我认为是没有意义的 事实上自己生病让别人去吃药也是没有任何用的 看来特朗普的威胁中方不屑一股 华春莹的反击用词相当地辛辣 他应该没有料到特朗普会再次任宣布客税 诡异的是 中美贸易谈判的过程老在恶性重复 像挤牙膏一般重复的结果导致中国付出的关税更高 特朗普与习近平六月大阪峰会 习近平曾愁愁不定 与特朗普谈还是不谈 不谈会招致更严重后果 谈会招致向对方示弱的指责 最后双方谈了 习近平又做了一些承诺 特朗普宣布他将不会对另外大约3000亿美元输媒产品加征关税 前提是中国要承诺购买更多的美国农产品 美方也承诺将对华为专题 开放不涉及安全的零部件 然而中方在特朗普推迟课试以后 几个星期没有动作 阿根廷特席会与大阪特席会有惊人的相似之处 本台7月19日对习近平可能的再次误判曾有报道 习近平在大阪好不容易争取到一线生计 但分析人士怀疑中方有重道负责危险 重新回到4月底前的态势 分析人士表示 从中方数周来磨磨蹭蹭的表现来看 习近平重犯老错误的几率在升高 造成这个误判的核心表现是 中方正立图让美国在其要求的以5月初以前达成的协议草案 为基础展开谈判的底线上后退 12月1日特席会上 习近平承诺中国将进行结构性改革 特朗普随即同意推迟加税 然后双方进行了近5个月的谈判 然后中国反悔 要对双方达成的协议草案进行重大修改 特朗普在收到中方发送的修改后 这一协议草案几十个小时后便发推宣布 6月1日起对中国2000亿美元输煤产品的关税将由此前的10%提升至25% 中美贸易战全面开打 特朗普对所有中国输煤产品课税的决定令市场强烈震荡 中国将承受严重后果 美国也不会在这场剧烈的贸易战中安然无恙 直到目前特朗普政府尽量避免对日用品课税 现在对3000亿中国产品课征的10%的关税 将直接指向消费者的腰包 特朗普总统是不是有点玩火呢 对此白宫的主人早已毫不妥协回答 他要的是一个好协议或者没有协议 对此白宫的主人早已毫不妥协回答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